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教大家做家常饼 面粉200克,加入2克的盐 热水150毫升,油10毫升 面粉中分多次加入热水 搅拌成絮状质 加入食用油,揉成面团 揉得不是很光滑也是没有关系的 盖上保鲜膜,静置30分钟以上 小美的家乡也叫做醒面 醒面是为了面能有更好的延展性 我们的面已经醒好了,软软的 面板上撒上干面粉,防止面团粘连面板 取出醒好的面团,在面板上再揉一分钟 然后将面团慢慢的擀开 正反面均匀的擀 期间也要撒些干面粉,防止粘连 将面团尽量擀的薄一些就可以了 将擀好的面片上撒上适量的食用盐 再轻轻的擀几下 淋上少许的食用油 用刷子在面片上刷均匀 将面从一侧慢慢的卷起,卷成长条形 卷好后再分成同等分的面团 将切好的面团两头捏一下 防止里面卷的食用油流出来 再把切好的面团团一下,压扁 也可以翻过来再压一下 再撒些干面粉 然后把捏好的面团擀成饼状 饼不要擀得太薄 太薄的话,烙出来会变酥,而不够软 垫饼窗或平底锅预热,刷些底油 把擀好的饼放入锅中,擀成小火 大约一分钟,饼底处于半熟状态 饼的中间部分会微微鼓起 就可以翻面了 再等待一分钟 饼的中间部分还是会微微鼓起 再把饼翻面 饼要多翻几次 变得有些发黄就可以出锅了 掰开看一下 我们用的热水和面 这样的面和出来很有排性 多做出来的饼一次吃不完 还可以炒着吃 小美以后教大家如何炒饼 喜欢我记得关注吧 小美会定请教大家做美会佳肴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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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